比蝉筒还要大的石头 这个挖掘机能不能挖得起来呢 由于这个石头又大又沉 所以说不好挖 咱先看看这个新手能不能挖得起来 现在他完成了第一步 把石头挖进蝉筒里来了 于是他想举起来把石头挪个地方 但是一踢大壁 挖掘机的后屁股呢 翘得老高 很显然这个石头他举不起来 再来回的试了几次之后 没有成功 他选择把石头放下 难道这个石头这么大 这个挖掘机不够大就挖不起来嘛 咱还是看看老师傅能不能挖得起来 老手在挖之前利用支撑转向 把挖掘机的站位换了一个方向 从横向站位换到纵向站位 然后呢又把推斗铲放下 紧接着就开始挖了 老师傅很熟练的 把这个石头呢挖进蝉筒里来 至于能不能举得起来 咱进去往下看 这个时候老师傅一踢大壁 石头就举起来了 这就是挖掘机的侧方不受力 你看明白了吗